欢迎来到爱情与婚姻的迷雾频道 让我们一起来播开爱情与婚姻的迷雾 今天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爱情中的临近效应 临近效应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含义 在电学领域,临近效应是指 当交流电通过相邻的导体时 电流在导体中的分布会因临近导体的存在而改变 使电流出现于将相邻导体的一次分布的现象 比如,在两根相邻的导线中 电流产生的磁场相互影响 导致电流分布不均匀 在心理学领域,临近效应是指在人际交往中 人们往往会和空间距离交近的人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例如在学校和工作场所 作为相近的人更容易成为朋友 在爱情中,临近效应指的是 两个人在空间距离上的激进 会增加彼此产生爱情的可能性 它具体表现在 距离近的两个人更容易频繁的接触到内容 比如在学校里的同桌 在办公室里相邻的同事 由于经常见面和交流 更容易发现彼此的优点和魅力 从而产生好感 还有是两个人在空间距离上的激进 会产生共同的经历 从而增加彼此的了解和熟悉度 为爱情的产生创造条件 还有空间距离尽量 使得双方互动更加方便 比如可以随时的约对方一起吃饭 看电影上渡等等 这种便捷的互动有助于加深感情 那么双方距离近 会产生哪些心理之用呢 第一个是熟悉感 人们通常对熟悉的事物更有好感 宁静的人因为经常出现在彼此的生活中 所以更容易产生熟悉感 尽为可能发展为喜欢 第二个是可得性 距离近的人在心理上会让人觉得更容易得到 相比遥远的人 宁静的人在需要的时候更容易出现在身边 提供支持和陪伴 第三个是相似性 临近的人啊 往往处于相似的环境中 可能没有相似的生活方式 兴趣爱好和价值观 这种相似性会增加彼此的信念 但是 临近效应也有它的局限性 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 临近效应 则是增加了爱情产生的可能性 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即使两个人的距离很近 如果性格不合 价值观差异大等等 也不一定会产生爱情 第二个呢 它可能产生错觉 有时候仅仅因为距离近 而产生的熟悉感和方便互动 可能会让人无人为失爱情 而实际上可能只是一种习惯或依赖 总之 临近效应在爱情中具有一定的作用 但不能过分依赖它 真正的爱情还需要建立在相互理解 尊重和欣赏的基础上